在博弈论中,集体博弈是一种博弈,其中所有参与者的利益是参与者自己的策略和所有参与者的策略总和的函数。 这个概念最早由诺贝尔奖得主Reinhard Salton于1970年提出,并考虑了计分式玩家策略总和的情况。 在集体博弈中,每个玩家的收益是该玩家自己的策略和所有其他玩家的策略总和的函数。 集体博弈的例子是囚图困境。 在这个游戏中,两个玩家可以选择合作或背叛。 如果两个玩家合作,他们都会收到二的收益。 但是,如果一个玩家背叛而另一个玩家合作,则背叛者会收到一的收益,而合作者会收到零的收益。 如果两个玩家都背叛,他们都会收到收益-1。 在博弈论中,集体博弈是一种博弈。 其中所有参与者的利益是参与者自己的策略和所有参与者的策略总和的函数。 1970年,获奖者Reinhard Salton考虑了计分式玩家策略总和的情况。 在博弈论中,集体博弈是一种博弈。 其中所有参与者的利益是参与者自己的策略和所有参与者的策略总和的函数。